欢迎收看股市任务营 大家好我是任君老师 我是欣怡 节目一开始呢 还是请各位拿起我们的手机 少两下QR Code 传一个贴图给欣怡 那么不管是盘前或者盘后 我们都有小叮咛 或者是您在股票方面呢 有任何的问题呢 都可以传简讯给欣怡 那在节目上中呢 我们请任君老师来跟我们做解说 那任君老师 是 这两天的早盘呢 我发现哦 你在给我们会员的盘前小叮咛 有写到说 盘面上有风险 对 那您是怎么样看到讯号呢 要来提醒给我们的投资朋友 对 没错 欣怡刚刚提到一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我最近看到其实盘面上面有一些风险哦 那这个风险呢 如果说以后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再跟大家讲 我觉得那个叫做马 叫做什么 事后化 叫做事后化的一个讲法 可是你知道 我洪润骏洪老师我是一个走在趋势前面的男人 所以我会看得见未来 所以当我要 当我发现到说有一些迹象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去做一个因应的动作 所以我们今天先看一下整个大盘的走势哦 虽然你看到今天指数创下一个历史的新高 哇 因为台积电大涨的关系对不对 但是呢你请注意哦 BIOS指标的部分它已经来到了3.3% 那一般来讲啊 当指数如果突破了3%以上 其实我就会把它 视为一个过热的一个警讯 但是我认为指数还不是重点 它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 其实还是在于中小型个股方面哦 所以呢在昨天的时候 我是不是先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当时信仪也有传给各位投资朋友们吧 我们讲什么 我说乖离的问题对不对 贵买出现乖离过大的一个讯号 那你贵买出现乖离过大 他就一定会来做收敛啊 他就会开始去做一个回撤的一个动作嘛 所以呢当我要去做收敛 你如果隔天开高之后你去追 你发现到说这两天啊 中小型股真的跌得很惨 真的其实有一些小型的股票啊 最近的表现真的非常的差哦 那就变成说我指数一直在涨一直在涨 可是我的个股呢 没有反应 这就是 涨指数跌个股啊 就变成说如果你是做指数 你做多你会赚钱 可是你的个股一直在赔钱 那很多人就会开始想啊 说没关系 他们以后会涨回来啊 他们以后会上来啊 我告诉你 这个叫做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主力啦 我为什么会先出股票 就是一个问题的对不对 我之前跟大家聊说 你们很多的标的 其实都是在贵买里面 很多的中小型股 它不是挂在上市啊 它是挂在贵买啊 那贵买它要跌 那就代表说 有人趁着指数大涨的时候 偷偷的在卖股票 我今天是主力大户 我今天如果要卖股票 我会卖在什么时候 卖在大家很热的时候 卖在最热门的那个时间 那我指数没有涨 大家会恐慌 指数涨上来呢 馨颖你会不会觉得很兴奋 兴奋啊 觉得每一档股票都应该会涨 对不对 所以呢 主力大户就趁着这个时间点来出货了 这就是我一直要提醒大家的 行情很好 可是不是代表说没有风险 那你要怎么去控制这个风险 就变成现在你要操作上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再加上说 其实我最近从融资的余额方面 我看到了一些讯号 那上一次我看到讯号的时候 其实指数后面是跌了1000多点下来 跌1000多点没有很多 可是呢 有很多的这个投资朋友 可能就遇到断头的压力了 他就遇到那种融资 其实必须要去追缴那个压力 那你这个压力一出来啊 那我讲实在的 你就算未来这档股票再会涨 你都已经停存掉了 因为没有钱了 你必须要去做 被迫去做一个砍出的一个动作 所以怎么样预判风险 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你会看到说 哇 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 你们每天去观察一下 因为我每天都会做 我每天都会做这两个资料 然后传给信仪给大家 所以呢 你去发现 这个叫做融资维持率的部分 那融资维持率是什么 你今天如果去用融资去买股票 那你买股票的时候啊 就一开始你的融资维持率是166% 那如果你的股票赚钱了 那你的融资维持率就會往上拉 可是呢 当你的股票赔钱了 那你的融资维持率也会往下掉 那主力大户看到这个点 他一定会想办法把融资洗掉 我今天如果有要赚钱 我的股票要赚钱 你觉得他会共襄胜举吗 不会 他主力大户他不是那种 开慈善机构的啊 他反着做 他会反着做 没错 信仪讲到一个重点 他会反着做 所以你现在看到就是说 融资维持率 当我来到了178% 原本是179 昨天还是179 今天就来到178 指数没有跌 可是融资维持率干嘛 往上涨 往下 往下掉了 对他往下掉了 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明明就没有什么事情 为什么融资维持率会往下掉 代表说很多 你之前用融资买的股票啊 他现在正在赔钱当中 他正在让一些散户投资朋友们赔钱 那这种 机会一旦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哦 主力大户一看到这种状况出现啊 他会想尽办法 把融资维持率继续往下 撒 撒到什么时候 你还记得吗 就像这一段 这一段 去年这种11月份 11月尾段的时候啊 当时融资维持率也是创新高哦 创新高之后 为什么会出现下滑 因为他要把这些融资洗掉 所以他在洗融资的时候 哇这个整个行情啊 那时候跌到大家都很恐慌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说 当我的融资维持率 因为他现在已经来到之前高点的附近了 当你来到这个位置点上面的时候 其实你的风险意识上面 是要做提高的 这样解释够清楚嘛 所以我已经看到了有一些风险的讯号 各位投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小心 尤其是如果你用融资去买股票的 我建议你真的不要 真的不要 你要赶快把你的融资换成现股 这样子对你来讲 风险才有办法控制得住 对 这就是我看到的一些讯号 跟大家报告一下 谢谢任君老师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会员 孙大哥 他一直要在节目上 请我们的老师来问他说 老师 怎么样才能够买在起掌点 比如说 你说的三幅画 你说的松藤 对 还有深茂 对 他们在还没有起掌的时候 哎 你就发现了 那你又是怎么样做到的呢 你可不可以教教我们啊 这当然没有问题啦 就是 要 买股票 其实买在起掌的位置 非常非常重要 当然 如果你可以买在起掌 我相信啊 你做了几次之后 你不会想要去追股票了 真的 你很多 你最近追元宇宙 比如像我们昨天在聊 那个 关若银的事情 对不对 现代关若银 结果今天 包括了 宏达电啊 威胜啊 其实后面的状况 尾盘都是杀下来的 那 你看到指数创历史新高了 行情一路的大涨上来 结果呢 你买元宇宙 明明是最热门的标的 反而没让你赚钱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买点 在哪个地方 那我认为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 宏老师的技术分析很强 包括我们有量占比的公式 然后甚至会用一些指标去抓到 提前知道哪些个股有人再买 可是啊 我不是只是一个 指挥技术面的老师 其实我的价值面 产业面也是非常强的 对不对 那个信仪就很了解啊 其实我们在看股票的时候 不是只看一个东西 我们会去观察 非常非常多的面向 所以呢 价值面是可以让我领先 就像说三不化 当大家都还没有发现的时候 我们先看到 可是看到的时候 我还会去评估它的价值 比如像说 它拿到的台积电的订单 比如像说 它是一家独家的供应商 那未来呢 当然它的获利 它的成长性 就会非常高 那这样子的股票 我们自然啊 我们要下去做切入 下去做布局 可是呢 呃 我要发现它 也是因为我 技术面出现了一些讯号 所以我才会去观察它的价值面 所以呢 你要买到低档的股票 那请你注意哦 这两个面向 我们都要去做一个兼顾 那其中最重要的 我觉得 技术面的部分 是各位投资朋友们 最想学的 嗯哼 因为我能够看到未来 一定不可能就是 只凭着价值面嘛 有时候你看到 哦这张股票 像三幅化 它公布十一月份 哦 获利 单月你知道赚了多少吗 三幅化 单月啊 一块 一块三耶 它就赚了一块三耶 那你想想看哦 六十几块钱的时候 有人知道它赚一块三吗 都没有对不对 都没有人先 其实有人先知道 一定是有人先知道 我们是其中一个啦 但是 有人比我们更早知道 对 所以主力大户早就 已经在做布局 那时候量价关系 产生讯号 我们才会下去做切入 当然 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 一样 你不要觉得说 买股票很简单 就是你今天买了 明天就要卖 这样就会赚钱哦 这是一般投资人的想法啦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有三个很重要的步骤 买股票 暴股票 然后最后呢 才是卖股票 但是一般的人啊 一般的这种 就是市场上的专家 都会把这个 省略掉 你的股票都没有报 就只是想买了之后 明天就要卖 可是老师最痛苦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 哎呦对不起 怎样爆股 对爆股票 爆股是最痛苦的 真的是最困难的 所以呢 你要能够报得住一档股票 就我刚刚讲的 你要很清楚了解到它的价值面 那第二个 就是你刚刚那个孙先生嘛 孙大哥 孙大哥他所问的 你要买在很低的位置 所以呢 你的两个步骤 你都做好了 你自然这一档股票 你会有抱它的一个信心跟决心 那我说我们在做的 我们要提前知道的话 其实技术面很重要 但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聊量占比的公司 那量占比说实在的 我今天一时半刻 我也没有办法把量占比的公司讲完 所以呢我必须一步一步的来 我把这个 我放到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再来跟大家聊 可是呢 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叫做BIOS指标的部分 你先把均线学起来 那我后面再跟你讲量占比 你才会知道它要怎么用 好所以呢 你把这个金线学起来之后 你至少可以达到一点 你不用找到量占比很高的股票 你却可以怎样 至少你不会让你自己去追在一个高档的位置 我们先做到这件事情就好了 一步一步来 所以我们先看 这张图 我相信各位投资朋友们 其实在网路上面搜寻 你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叫做葛兰币八大法则 对不对 只要有粗浅技术分析的人 他们一定都了解 他们一定都看过这张图 可是你在看这张图的时候 你会跨到五沙沙 你会觉得不太懂 它的意思是什么 那没有关系 我今天用三个口诀 我先让你背起来 那你背起来之后 你未来在使用这个均线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说 非常的无往不利 所以呢这个是我研究多年出来 我把它整个融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使用的要点 那这个部分呢 我想请信仪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念一下加深大家的印象 因为学起来都是你的 否则这都是我的东西 只有我会而已 你们都没有用 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了 来信仪来 开始 均线的上扬一涨 以下跌一跌 代表趋势的方向 第二 当股价与均线距离 乖离率过大 一定会做收敛 第三 要放弃买到绝对低点 或卖在绝对高点的想法 对 没错 就是三个法则 第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均线的上扬跟下弯 因为一条均线上扬代表 它容易涨 下弯代表它容易跌 所以上扬跟下弯代表趋势的方向 第二个就是股价跟均线的距离 它如果乖离很大 它一定会做收敛 不论你是正乖离或负乖离 都一样 但是基本上 我们不会去买负乖离的股票 因为负乖离代表它的均线 其实已经下弯了 那你去买这种股票 风险是大的 那个叫做强反弹 那我就不会去做了 老师打岔一下 乖离率过大 是不是像昨天你举的贵买的 就是因为乖离率过大 对BIOS指标 没错 我信仪举一反商非常聪明 乖离就是代表BIOS指标 所以我常常在讲的BIOS指标 就是乖离率的东西 只是说现在有个BIOS的东西 如果你的技术分析里面有的话 你可以去调整一下 你就知道说 你就很清楚的去看到乖离率的走势 所以第三个 你不用去想说你要买在最低 也不用想要卖在最高 你只要买在一个合理的位置 其实你都可以赚得到钱 好 那我们看完这三个重点 我们现在反过来 我们再来看这个 葛兰币八大法则这张图 你可以发现到说 葛兰币均线的这个部分 你有没有看到虚线的地方 信仪这个虚线的地方 有看到吗 有看到 虚线的地方 就叫做所谓的均线 对 那实线的这个地方叫做什么 价格 叫做价格的走势 所以呢 均线的上扬跟均线的下弯 是不是代表一个趋势的方向 对 当我的股价均线是上扬的时候 容易涨嘛 当我股价均线是下弯的时候 容易跌 所以第一个法则我们先背起来 均线的上扬跟下弯代表趋势的方向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任何一档标股 它的均线一定是怎么样 往上涨的 一定是上扬的 你没有看过任何一档标股 它的均线是下弯的 对不对 那我想问问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的手上 你的股票的均线是下弯的 那你要干嘛 你要赶快卖嘛 对不对 原来 因为它的均线都下弯的 趋势就不对了 那你第一个法则就不对 那你留这种股票 风险上面是大的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风险上面是大的 所以呢 你的股票一定是均线要上扬的 那你在均线上扬的时候 第二个要件叫什么 乖离过大 它一定会做收敛 所以每次呢 涨上来之后 它会开始做收敛 涨上来之后 它会开始做收敛 所以呢 当你在买股票的时候 你不是买在它 大涨的位置 你要买在它 靠近均线的位置 这样你就不会嘴高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呢 你不用怕说 你股票买不 你想要买股票 你永远都有机会可以买 最怕的就是说 很多人都觉得 它涨上去了 我今天不买明天会更贵 就明天没有更贵 反而更便宜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这个葛兰币的八大法则 我相信你们就会非常清楚 首先我们看 这个虚线的部分 它就是所谓的均线 均线的部分 那实线的部分呢 它就是什么 价格 限价 限货的价格部分 所以你看 当我的虚线在上扬的时候 股价是不是 上涨 容易涨 那下来呢 就会跌 比较容易跌 所以我们要买股票的时候 其实要挑的 就是均线上扬的股票 那我们要避开的 就是均线下弯的 这个是很基本的原则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那你回过头来 你去检视一下 你手中的实股 你想想看 你是不是留下来的 都是均线下弯的股票 你反而卖掉的 都是所谓均线上扬的标的 所以很多人都有买过标股 可是他基本上 没有赚到标股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所以你在买股票的时候 同样的 我们首先第一个 我要找到均线上扬 第二个 我在买股票你也不要急 你要越靠近越线 越靠近均线的那个位置 才是最好的买点 一般的投资人都很担心 就是说我今天 这支股票没买到啊 明天才没贪到啊 没有赚到啊 会很可惜啊 但是我必须跟 投资朋友们聊啦 就是说 你只要有钱 你根本不用怕买不到股票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那重点是在于说 你的买点要是对的 你才有办法赚得到钱 所以不要怕买不到 你要买的位置一定要是对 所以他在回撤的时候 你再下去做布局 你有没有看到 每次回来就上去 每次回来就上去 那至少你的风险是很小的 你的获利才会是最大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任君老师 你每次加码都是在这个 接近月线的时候做加码 对 三幅化 三幅化 政府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没错 幸宜就讲到一个重点 所以套在刚刚的基本面就是说 它是融机的回收 独占的整个市场 而且就是台积电的一个供应厂商 那再来就是它每一个月有一块多的获利 是对啊 所以这也就是你为什么要挑这支股票 做为你取长点的一个标的 对 没错就是 就是我们其实用技术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知道说 哦我们什么时间点要加码 我们什么时间点要加码 但是最难的还是在量占比 那明天我们再聊一下量占比的东西 对 那这是会员才有的 而且它的那个BICE指标真的很好用 尤其初学者 你只要看回两条线 非常的容易 这很简单很轻松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股票 你只要知道一些概念 操作起来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 但是最难的就是所谓执行的部分 你真的要克服人性 那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没错 这真的是人性的考验 没错 但是当你有技术分析之后 其实很多部分你就是 可以按照这个技术分析 比方说我刚刚讲的 这个法则你把它记清楚 其实你在操作上面 你就不会忘记了 OK 谢谢老师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老师未来你会着重在什么产业来做 做布局 如果拉回的时候 你又会找哪一些好的标的物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对这其实 我们在做股票的时候 我不是说我今天想到了 我们才去做 我们都有事先的一个规划 然后呢 好好的下去做布局 因为指数在涨 其实有很多的个股 它是跟得上来的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难 没有什么难度 可是当指数再跌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说 哪一些股票啊 它是真的好股票 因为好的股票 它在指数下跌 它不会跌 这个就是一个重点 那我觉得说 从产业面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聊嘛 包括半导体 包括车用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主流 只是说 大家会觉得 这种股票好像以前很闷嘛 比如我在买松腾啊 大家也觉得 这股票怎么会涨 对不对 可是后面真的涨四成啊 对对 后面是不是就涨四成上来 没错 那我在买三幅 大家也觉得这个不会涨啊 可是后面涨了一百六十几趴 涨了一百六十几趴 连加码单的部分都涨了一倍哦 对啊 昨天这几天被处置了 还一直逆势上涨 对这就是强的股票 它就是这样 那我认为啦 居然主流它已经形成了 那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 为什么车用会那么厉害 为什么这些半导体会这么强 其实台积电就已经现出端倪了嘛 我那时候跟大家聊说 你真的不敢买所谓的 像我们那时候在买三幅化 在买所谓的松腾 你真的不敢买这些中小型的标的 你想要做大型的股票 那你就做台积电 你要再去想其他的 你要做什么金融啊 要做其他的什么元宇宙啊 宏达电你都敢买 结果你不敢买台积电 这个是我觉得最纳闷的一个地方 但是没办法 人性就是如此 股票没有涨都没有人要 等到它大涨的时候 才一堆人才去追 其实我的操作理念还是一样 我当时跟大家讲说 要买台积电的时候 我说六百块钱以下 就是它价值面低估的位置 所以我真的也带客户去买 而且我们买的量还真的不少 当时我跟大家聊 我说台积电啊 如果说我把这三个字遮起来 你这样看喔 是不是一档标股 你不要看它是台积电 你会觉得它是一档标股 跳空高开 跳空往上涨 那今天喔 你等到它今天涨上来 这是今天的限图 很多人说我要追股票 那我讲实在的啊 就算是台积电 它今天直接跳空上来 你是还剩多少的空间可以去追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 当这两根还没有出现之前 我说六百块钱以下 你就尽量买 你如果当时六百块钱以下 你买了 到现在为止 我刚才你已经赚到翻掉了 我好像有会员 也是这一波台积电也赚了 今天还传LINE 老师我爱你 你说什么我就买什么 是这样子吗 其实那个会员 是我亲自自己亲带的 因为资金的量够 我才有办法带它这么做 那如果像它的资金配置 因为资金配置很重要啊 没错 那你不能说 它的钱那么多 我就叫它什么都要买 这样不行 这样是赚不到钱的 所以我帮它把一部分的资金 都配置在台积电 所以呢 像它昨天就传LINE给我 哎呀 我剧透了 我真的剧透了 所以我没有说谎 老师在上节目前 给我看到我就在笑 对啊 因为这个同学就是 他传这个讯息给我 他昨天啊 这是他昨天问啊 他说 为什么台积电今天会涨 然后我就回来 我就 我就回他说 外资买了啊 那我其实 我对客户 其实我 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太多 就是说 他为什么会涨或会跌的一个状况 我只能跟你讲 就是 他就是被低估 他就是被低估 你就是要有耐性 所以呢 他看到台积电涨上来的时候 好消息我爱外资 我更爱你 这是我们老师清代的会员 所以 这是今天上节目 老师跟我分享的 因为我们是 也是六百块以下进场的吗 我其实我带他 从两百多块钱买了 不就一年多 对一年多前 其实我们就已经在操作 两百多啊 两百多就已经买台积电了 那 对那一路买上来 买了四百嘛 然后六百 一直放到现在 像今天在创新高 是 你想想看哦 现在台积电一天哦 像他今天这样涨上来 一天就几十万 哇 有钱真的难买早知道 对啊 所以你说 做股票做那么多 我讲实在的啊 各位投资朋友们 你们现在手上的航运股 你们现在手上的钢铁股 那你放了那么久 你真的有像办法 像我的这位同学一样吗 他抱着台积电 抱到现在 他一天哦 光一天这样涨上来 赚了几十万的价差 是很难的 对 差别就很大了 所以我说 未来的行情啊 其实真的还是在台积电身上 那台积电他已经表态了嘛 我现在就已经变成一大标股了 那我大哥 我大哥都已经出头了 那我更不用讲说后面的小弟啊 那包括就是说 各位投资朋友 你们可以发现到说 虽然说今天有很多的相关的股票 是跌下来的 比如像说台积电相关供应链啊 那他们跌下来 我讲实在 他们是因为涨太多跌了 那你只要按照我的节奏 你不要去追这些股票 其实还是可以赚钱的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 比如像说 之前我就是跟大家聊迅德 那迅德的部分 他就是做台积电的这个 自动化设备的厂商 那全台湾啊 他是跟这个所谓的加登做合作 那加登是他的母公司 那他是 就是做台 做所谓的台积电的 自动化仓存的一个设备 那我们都知道说 加登是做EUV的光照盒 也就是说 那个机台嘛 现在台积电最红的 那个EUV的 显影的那个机台 那个机台也没有很多的光照盒 那个光照盒 他不是用人去搬的 他是用机器去搬运的 那搬起来之后 他是不是需要放 那你要放的话 你要有自动化儲存空间 所以呢 台积电现在在做这个事情 那他刚刚通过认证 他通过认证之后呢 开始要大量出货 那是不是对他的未来的 包括2022年的营收 获利 会有大幅度的成长 大幅度的一个增加 所以为什么我说 像这种股票 他就是被低估 但是被低估 你要知道怎么买 大涨的时候不要去追 之前又有人套在120啊 我说套在120 是因为你用追价的方式 可是跌下来的时候 你去买 今天又回到了118块了嘛 又将近快120啊 所以一档股票的好坏 除了取决于他本身 他这档股票的价值 跟他的技术面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我要怎么去布局一档好股票 怎么在低的时候下去做切入 所以老师这支股票 我们现在不可以追 等他拉回到这里 我们再买 对对对对对 没错 你看信仪很快就学会了 那又被脱学了 哈哈哈 很简单 其实信仪会大家也都会 对大家都学会了 学会最好 因为就像我们在做老师啊 其实像会员传刚刚那个讯息给我 我就其实我觉得很窩心 很贴心对不对 然后我跟信仪分享 信仪也觉得很开心啊 对对对对 然后大家都会赚钱 其实大家就会很开心 又很感动 那我们做所谓的分析师 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们就有那个价值 我这个感觉就会出来了 所以同样的哦 我今天教会你们哦 那你不要去追 好该买的时候哦 我们自然会去做布局 因为我之前已经都买好了 我们之前买在108块钱 108左右嘛 现在也都开始赚钱了 那另外呢 就是像中腾 我刚刚讲车用嘛 因为台积电为什么好 因为车用的部分太好了 那车用呢 我之前我们从 几块钱 69 69到77 到后面涨到96 对不对 那我96我是那时候跟大家讲什么 拜食指标 来到过热 过热 所以他会收链 那收链回来没有关系 收链回来就是给你买的 还要给你去做切入的一个机会 那我之前也 我跟信仪讲嘛 我是不是跟客户讲 这家公司做什么 你就凶疼啦 对啊 他是特斯拉的供应商 对他是特斯拉的变频系统的供应商 那 居然他做可以做特斯拉的生意 特斯拉美国股价大涨 我觉得 他的股价真的太便宜了 以他今年EPS前三季 8块多嘛 8块多嘛 8块7左右 差不多8块钱 那股价90几块 就算连90几块 我都觉得太便宜 真的有点便宜 但是 你说便宜就可以买 你的买点不对 有人追在96块钱赔钱啊 可是我们买在69.9 买在72块钱 都是赚钱的 对不对 来回来 再来去做加码 如果你真的不晓得怎么加码的 如果你还是不了解 就是说啊 这种技术面怎么去用啊 均线真的什么时机点 才可以去做加码 或者说你真的改不掉这个习惯 追股票的习惯 那我会建议你 就是直接跟上脚步来 是最快的 那有信仪来帮你服务啊 我觉得信仪 他的服务就是很棒 像他就会告诉客户 诶 我们老师今天讲了什么 然后赶快跟客户通知啊 就是说 因为有时候涨上去跌下来 投资朋友你一定会害怕 你会很想卖 那这都是人之常情啊 可是我必须 带着你去做一个改变 那信仪就是我最好的一个帮手 对 谢谢 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 就很感谢我们任君老师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而且又是非常的精彩 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明天 他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量战比 量战比 对量战比 连我也还在学 但是BICE指标 真的也很重要 那一半都是会员才能够拥有的 不过老师这无私的奉献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们一定要拿起手机 扫一下二维码 然后穿个贴图给信仪 才知道说 这个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课程 什么样子的节目 那您的股票呢 有什么样问题都可以来做咨询 那最重要的呢 你要订阅分享 然后按赞 然后开启你的小铃铛 小铃铛摇起来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还是再一次感谢我们任俊老师 那我们节目呢就到这儿 那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运达投顾 新年新气象 古年抢投香 福普山峰迎金虎 358 运达投顾 让您今年一定发 358 运达投顾 让您今年一定发 数步专线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库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头库新年新气象 古年抢头香 福古身风迎金虎358 运达头库让您今年一定发 358运达头库让您今年一定发 速播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